我後來再講說 你如果再有一次 我想你對外也不要再叫我爸爸 我覺得我很虧疚 沒有把小孩叫好 我覺得我很虧疚 在簽約跟找的這個過程 其實您都不曉得 其實您女兒有參與到 這個團隊的演出或者企劃的人 對沒有錯 當然在拍片他參與演出亮相的時候 我就發現 但是因為這個只有一萬塊 而且是林先生的工作室 如果說自己的家人參與演出 這個要迴避的話 我想今後我們也會注意 如果經過這次的教訓 你還是這樣子的製作主張 沒有查證 然後對於人際的交往 或者對於社會的脈動 甚至不尊重媒體 不尊重這個民眾的意見 我認為你的事業會遇到貧禽 我後來再講說 你如果再有一次 我想你對外也不要再叫我爸爸 我覺得我很愧疚 沒有把小孩叫好 我覺得我很愧疚 沒有把小孩叫好 我覺得我很愧疚 夭道 Oke 他可能還沾走 然後攝影 看來 摩洪崩 對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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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QOA 驅使同保 接獲勤使同保自中平街處理 緊急救護強制救醫 因為情況急迫 本所嚴警陪同救護人員上救護車送鼠擊 先將安全帽佔留至現場 送醫後必須在趕回復現場處理現場的狀況 該案員警雖因情況疾破 相關疏失也會依道交條例治單 內部也做出相關的懲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